根据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本周发布的官方数据 遭到砍伐破坏和烧毁的巴西亚马逊雨林 已达到12年来的最高水平 这个面积是里约热内卢氏的两倍 比前12个月增长了9.6% 巴西副总统莫拉奥在协调政府 努力减少环境犯罪的工作 他声称据估计这一数字可能增长了20% 亚马逊雨林遭砍伐破坏的问题 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包括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 他对此表示关切 并提出了应设立基金 来阻止热带雨林遭破坏的想法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